这位八十七岁奶奶 随太爷进了北京 为了扎根 当年地主的家事 也不得不做起了苦力 还付出了代价 此外奶奶工作单位 还有特殊的规定 究竟是什么呢 请您一圈三连 咱们一起来听听 您今天高寿了 我八十七了 您都八十七了 八十七 六岁进北京 九七的 年轻的 那会儿我们的农村打仗 那会儿太爷就带着头到北京了 那会儿来了北京之后 那父辈们做什么呀 太爷他们做什么 开一个那个糕点的点心铺 家里有联系 有改开一个点心铺 有首爷 他会那个点心 请人家 一个地儿请个师傅 请一师傅就开车了 那也不容易 反正那会儿条件还好一点 我这么家好像在农村呢 有点地 有点就是说的小地主吧 农村那个不中地了 地呢就说了 谁种就归谁了 我什么也不要了 就来到这了 那会儿是有爷有大爷 有两个我父亲的哥哥 反正那会儿困难就吃饱饭 能吃上饭 这就不错 就干这个 干那个 反正那会儿也得出劳动 等于在北京 炸下根了 炸下根了 但是大爷也没了 连我父亲都没了 那当时来了说住的 住的是什么房子 也租的房子是吗 朋友 有家有空房 就借一家 这样 我们就借了 互相帮着 另外那会儿来的 也得找活干 那个西山煤矿 上那儿背煤子 从底下背着上来 人家有基础收的 你搬上来了 人家收了 给你点钱 你就拿这钱收 要下去 就干点体力活 是吧 那够累的呀 对 背没能够累吗 那您后来是 做什么了 在哪上班了 后来得上学 等我初中毕业了 我就开始到 58年大约进 我就上工厂上班去了 工厂上班之后 那应该好一点了 是吧 对 学徒啊 三年学徒 头一年给18 第二年给21 到第三年给34块钱 也不多呀 那会儿就这么过 等于学徒出来之后 才挣34块钱 挣34 34一年以后就挣40 40就赶上大跃进 好多农村 那个人 男的女的就都进北京了 我带的是那个 和平里的一个军工厂 我58年进这厂子时 他才1000多人 嗯 三年以后3000多人 您那位还进的是 这个军工厂是吧 对 军工厂 做什么呀 那军工厂 我是车工 是做那个武器之类的 对 有一个 反正两个地儿 做枪的 不做子弹 做子弹的 不做枪 对 对 分开了是吧 对 那您在那干了一辈子 退休的时候 38年 一共工厂38年 哎呦 那够长了 那您现在退休了 退休 退休金高吗 5000块钱 5000块钱 那还行 还凑合 算中等 中等水平 是吧 对 那5000块钱 那退休金够花吗 您现在 够花 够花 有富裕了 那现在 过去挣3000块钱 我已经养了三 三孩子了 呦 你得养他们呀 您三孩子呢 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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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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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自己 没条件 也不要让孩子跟着你受罪 俩女儿挺好 俩女儿贴心 是吧 女孩 女儿贴心 俩 大女儿60了 小女儿58了 都 看您 真的身体没问题 是吧 能自己 能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给他照顾 挺好 你在这住的宽重吗 还行 我住两间房 两间房 可以 我去住八口 两间房住八口 现在我一日住两间了 他们都有家了 挺好 您身体好就好 我看您这个 对 身体好 平时也不吃药 不用吃药 很少吃了 真棒 自己啊 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找痛快的事 也不痛快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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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不满意 大不满意 老子一大地对人家也不好 对自己也不好 没错 您这说的对 就得想开点 是吧 就得想开 奶奶这辈子的经历 可谓是够丰富的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才让她有这么好的心态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再见